像這樣子的路跑補給品 你是不是也很想參加呢 是因為南投今天有一場路跑活動 一共有三千五百人參加 其中最狂的是補給品 居然還是一隻隻的龍蝦 還有入口即化的和牛 讓參賽者大飽口服 雙千人跑在國道六號上 一路從這個埔里交流道 跑到愛蘭交流道 大概有五公里左右 這是第九屆埔里山城的 馬拉松路跑活動 除了跑上國道 主辦單位連這個補給站也超狂 直接呢是擺出了一隻隻的龍蝦 讓參賽者補充體力 這邊準備了一百零八隻的龍蝦 然後總共有將近十公斤的和牛 來提供給跑者補充體力 味道怎麼樣 非常好 太讚了 好 那麼可以看到 參賽者當場是客氣了龍蝦 一口接著一口吃到好滿足 那麼除了一百零八隻的龍蝦之外 現場還有將近十公斤的和牛 現烤現吃 不少人看到真的是超級驚豔 那麼根據瞭解 今年的這場 馬拉松路跑活動一共是分成了 全馬 半馬 還有挑戰組跟親子組 一共是有三千五百人參加 還直接跑上了國道六號 在國道上盡情的奔跑 這也是國道六號第三次舉辦路跑活動 讓這個跑友欣賞被群山環抱的山景 跑累了還能夠吃上龍蝦來補充體力 大快朵伊